猪肢在山区的大型猪圈自由走动 由于生活空间宽阔 每天晒太阳 头好壮壮 让西班牙猪肉特别是伊比利猪的品质 扬名国际 不过中国大陆为反制欧盟 加征最高38.1%的电动车关税 宣布将调查欧盟猪肉是否存在不公平低价请销 由于大陆是全球最大猪肉消费国 更是欧盟重要的猪肉出口市场 2019年的出口量 其中有四成都卖到中国 占大陆进口猪肉量的五成 其中西班牙占比达23% 一旦大陆寄出高关税 势必冲击猪农生计 不止西班牙 丹麦 荷兰 法国都是外销猪肉到大陆的主要出口国 由于欧洲人不吃的猪内脏都是大陆民众眼中的美味佳肴 假设中国人不吃恐怕很难找到替代市场 纽约时报分析对中国大陆而言 受到经济低迷和猪农扩大养殖的影响 去年猪肉价格跌了14% 纵使近几个月开始回升 仍不及多年前价格的一半 因此一旦加征欧盟猪肉高关税 将有助于拉抬国内猪肉产业价格回稳 欧盟老神在在 认为外销补贴符合WTO法规 法律占得住脚 但在大陆希望减少猪肉进口依赖的情况下 这次反制行动恐怕已溅在险上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